年轻人,如果你生活在这条线以北的中国,那就应该见过下雪 雪有雪晶,也就是雪花构成 把一万枚雪花堆在一起,能得到大约一克的雪 足够一位南方人快乐一整天 而一座5S级别的商用滑雪场至少需要1.8万立方米的雪 才能堆满一条1000米的初级滑雪道 只有在北欧或者东北等少数天寒地洞,自然条件雄厚的滑雪场 你才有可能滑到由老天爷亲自下的天然雪 其余绝大多数的滑雪场都要自力更生 靠人造雪铺设雪道,才能让你随时随地在雪场里摔跤 滑雪场里的雪是怎么造出来的 什么样的雪滑起来更畅快 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要想造雪,先要知道天然雪是怎么形成的 雪花的形成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橙河 一般情况下,空气中存在许多微小颗粒,也就是凝结核 它们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液滴 当液滴冻结成冰粒,就成了雪花的晶河 如果空气中没有凝结核,那就需要更低的温度 水气才能自发的液化和凝滑,形成晶河 速度也更慢 这也是为什么一瓶没有杂质的纯净水放在零度以下 会变成一瓶液态的过冷水,而不容易结冰 晶河形成后,第二步是晶体的生长 在微观尺度下,晶河的每个水分子会和另外四个水分子通过清剑相连 形成空间六方晶格结构 当温度够低,水气饱和时 水气就会在这三个斧轴上凝滑结晶 让雪花不断生长,变成你熟悉的六角形对称结构 温度和水气的过饱和度会影响水气在不同轴上的生长速度 让雪花长成板状、针状、棱柱状等形状 因为每一片雪花的晶河来源不同 生长环境也有细微差别 所以自然条件下,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雪花 弄清楚了雪花的形成过程,就能想办法造雪了 一个讲究的滑雪场,需要高效高质量的造出大量雪花 这就需要动用造雪机,也被形象地称为雪炮 把这个期间抓住以后 现在你只需要把目光从它的身上移开 就能看到这种目前最常见的压缩空气型造雪机 它的原理是将过冷水和压缩空气混合、喷出 让水雾化成无数小水滴,形成晶河 喷出的空气会将晶河散播开来 进一步与水气接触,让晶体生长 在这个过程中,空气膨胀还会吸收热量、降低温度 加快水滴成河和生长的速度 如今许多厂商研发出了型号各异的造雪机 不过基本原理都是模拟自然雪的形成 这也就意味着人工造雪和自然降雪一样 会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 根据这份造雪气候条件指南 湿球温度和湿度越低,就越适合造雪 其中湿球温度指的是用湿润的纱布包裹温度计时所测责的温度 它的严谨定义长这样 看不懂也没关系 你只需要知道,在同一温度下,空气越干燥 纱布上的水分越容易蒸发 温度计显示的湿球温度就会越低 所以哪怕环境温度在零上 只要空气足够干燥,让湿球温度小于零 那就可以造雪 一般来说,温度越低,空气越干燥 雪晶就越容易生长 不同的造雪机型号和造雪环境 能够产出不同雪温、粘度、摩擦力和颗粒大小的雪晶 也能造出和天然心血触感相同的粉雪 这种雪蓬松有弹性 踩在上面会发出嘎吱的声音 就算摔了也不疼 不过粉雪对于滑雪者的技术要求也更高 因为雪质太软,一踩一个坑 一般人根本滑不起来 而且粉雪很难保存 如果滑的人太多,或者温湿度稍有变化 很容易变成一滩烂泥雪 所以大多数滑雪场在造雪的同时 还需要用压雪机把雪压实 以增加雪的密度,让雪道更磁实 滑起来更快 当然摔起来也更疼,更危险 一般来说,这种用于给新手提供休闲娱乐的初级雪道 雪的密度在450千克每立方米左右 是新雪的三倍左右 用于专业比赛的雪道,雪的密度还会更高 比如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国际雪莲要求高山滑雪的雪道表面 必须保持近似于冰面的结晶状态 也就是所谓的冰状雪 建这种雪道需要经过注水 反复翻压等一系列操作 之后还得每天维护 也只有这样的雪道 才能让前后出场的滑雪选手 都能在相同状态的赛道上滑行 确保比赛的公平性 在高山滑雪的比赛中 选手的最高时速能达到130多公里 比高速公路允许的最高限速还快 这让滑雪成为一项高风险的运动 哪怕像F1车王舒马赫这样 经验丰富的运动员 也可能遭遇严重的意外事故 随着滑雪的流行 造雪的需求也在逐渐扩大 根据2019年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 如今中国的770座雪场里 有8559台造雪机 相当于每座滑雪场里有11台 而中国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测试赛 造雪量为26万立方米 就动用了117台造雪机和19台压雪车 在2010年所期冬奥会之前 组委会提前一年 用431台造雪机造出了71万立方米的雪 存放在山洼处 等到一年后冬奥会举办时再拿出来使用 对于滑雪场来说 人工造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开支 根据2006年到2007年度 冬季奥地利地罗尔州的数据 该州滑雪业2.7亿欧元的投资中 有五分之一都花在了造雪上 如果要在气候更暖和的地区建滑雪场 成本难免更高 当然如果不是为了滑雪 那么也有低成本的造雪方法 比如一种粗暴造雪思路就是人工碎冰 说白了就是一个巨型爆冰机加一个风扇 早在1934年 电影As the Earth Turns就用这个方法 拍出了雪花飘落的场景 效果拔群 而到了当代 一些剧组还搞出了成本更低的造雪方法 比如用白石灰 工业盐 甚至是化肥来造假雪 他们看起来都很唯美 但只有在片场的人才知道 这个字有点臭 是化肥 我进来瞬间感觉在一个养鸭场 让我越臭 作为本期作画 你应该有非常丰富的滑雪经验吧 那当然 我前几天刚在耳背说话了几个来回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喜马拉雅 B站等平台找到我们